也許你就先把原始碼Print出來 不過原始碼它就這麼多 理論上這麼多一串 說真的要怎麼樣把裡面你要找的東西找到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我剛剛講 你可以從右鍵這個裡面可以去找 它可以針對這個裡面去分析 或者第二個方法就是你把Print的這個結果Ctrl加A Ctrl加A是什麼?全選 全選之後Ctrl加C 我的習慣就把這個Print的原始碼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Nordepay這個記事本++ 上禮拜跟各位講 如果你電腦沒裝的話 你可以自己把它安裝起來 然後那個關鍵字就是Nordepay++ 你可以在Google找一下Nordepay++ 然後它就可以download 這個是免費的還蠻好用的一個軟體 那你可以開一個新的檔 然後把剛剛的原始碼貼上 有時候習慣在這上面分析 那分析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這個上面 因為它這邊可以設定說 你到底你這個貼上來的東西是什麼程式語言 那如果像我們這個是HTML 所以你可以找HKaito 把它改成HTML 它會按照什麼呢? HTML的那種格式幫你做一個 怎麼講?幫你格式一下 這樣的話好處的顏色會變更 那你可以比較方便去閱讀 那當然一般習慣是你這樣可以往上去稍微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有些東西其實不是不容易不難找 但是就是說你大概要知道說我們要東西在哪裡 比如說我要的東西是那個清單的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0.4好像有找到 0.3有沒有 然後0.2 那當然一般習慣從頭開始找 這個是我要的東西的位置 OK 那特別注意有哪些地方可能要觀察 我把它Ctrl加好了 放大一下 那你會發現幾個重點 其實呢 第一個 藍色的東西 這個就是HTML的標籤 也就是HTML標籤它的規則一定是小於 開頭 然後後面的話一定是一個它的標籤名稱叫A OK 所以基本上我是要找這個東西叫A的東西 就是超連結 那第二個我要找什麼? 找這個超連結裡面的什麼文字 所以是這個東西 這個它文字 所以將來你可以用什麼? A這個東西裡面的.test 就可以把文字抓到了 第三個我要抓什麼? 抓超連結 超連結在哪裡?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後面 我往右邊拉一下 它應該會自動 我看有沒有自動換行 如果沒有自動換行 你可以找到自動換行 把它換好一下 這樣就自動換行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文字 它是在哪裡? 在這個A裡面 你會發現 HTML一定是這個A是開頭 它的結束在哪裡? 在這裡 那跟上面不一樣的地方就多一個這個 多一個斜線 表示說頭在那邊尾巴在這裡 OK 那它的文字在這裡 另外我要抓什麼呢? 抓它的超連結在哪裡?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這一串 那它放在哪個 哪個標籤屬性裡面? HREF裡面 所以我們待會可以怎麼寫 對不對? 就我們可以用.test抓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 然後用什麼? 用get的方法 去抓這個 HREF的這個屬性裡面的資料 就可以把資料分別抓出來 所以怎麼做? 接下來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不止一個 01 02的話 有沒有 02 在這裡 它也是什麼? 也是一樣的規則 一個A 然後開頭結束 所以接下來你可能要再觀察第二個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 把這個網頁裡面所有的A都抓出來的話 可是問題 這個網頁裡面不只這10個超連結 還有別的超連結 剛才這樣會找到別的超連結 所以 第二個你可能要觀察什麼? 它的後面會多一個class class就是什麼? 它的樣式 是古名字嗎? class就是它的算分類吧 分類後面有它的分類的名稱 它分類名稱叫什麼? 就叫這個 Appear有沒有 1-video 這個什麼total link 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後面一定有空白 所以理論上 你大概就用這個當名稱就可以了 這個上面有沒有 我看一下上面這個 如果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清單 這個地方 這個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有沒有class 這邊有沒有 pl video title link 也有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只要是這些清單的 他們都會取這個名稱當它的類別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找兩個特徵 第一個 它一定是一個超A 超連結 第二個特徵就是它一定是這個類別 那只要這兩個大概就是我們要找的清單 那找到之後的話我就分別把我要的部分抓去 所以要怎麼做? 一 我可以怎麼樣? 利用那個什麼? 再來就是換誰上場 換那個BeautifulSoup 所以接下來 我就把那個BeautifulSoup這個類別 然後變成一個物件 類別是有點像它不能做什麼事 如果你要真的讓它做什麼事 你要把它變物件 那怎麼變物件? 就這一句話的敘述 我把那個BeautifulSoup這個類別 丟兩個東西給它 丟兩個東西給它 就是我原司馬跟這個Parser 那請你幫我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它就可以就Walk了 否則的話類別是不能Walk了 物件才能夠Walk 這個物件裡面有什麼方法? 特別說幫我Find All 所以特別說 SP裡面有個什麼? 點Find All的方法 Find什麼東西呢? Find兩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一定都是它的HTML 所以它叫A嘛 所以特別說就是小於後面那個東西 你把它填空體 填到這邊 第二個就是它的Class 第二個就是這個有沒有 所以你就把它貼過來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第一個A就填過來 第二個就是Prep Video這個Title Link 就把它貼過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到我們要的 不過理論上 這樣應該就可以找到 但有時候 我不確定說是 找到的是我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先Print出來 上面這個Print把它去掉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它會幫我抓到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幫我抓到的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 你會發現它一定是一個中瓜湖 開頭中瓜湖結束 然後呢裡面放什麼東西? 就是超連結 有沒有 A Class 這個東西 然後裡面會有個資料 還有一個什麼? 超連結 超連結放哪裡呢? 放在 後面應該叫什麼? H 在這裡 HREF等於 這個算是屬性 這個叫屬性 裡面 那我要怎麼分別把 它裡面的字跟它裡面的超連結抓出來 很簡單 特別注意喔 我就可以在底下 因為它裡面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我可以跑一個回圈 所以那個回圈的話就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那個什麼呢? for each A 就每一個那個喔 裡面的總共有9個嘛 那幫我分別的把它抓出來 但是呢我不是要 裡面所有東西 而是幫我把那個 找到的東西裡面的文字 幫我抓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個.strip 我們先這個.strip 先不要加 就是抓到裡面的文字 然後再加上那個超連結 我剛剛有加了這個 這個 完整的超連結敘述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怎麼樣? 它就自動幫我 上面應該這個 這個printer可以把它先 這個print list 這個把它可以拿掉 那你會發現 如果這樣把它print出去的話 它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第一個名稱把它print 底下就是它的什麼 超連結 再來就是第二個名稱 第二個超連結 但問題來了 前面好像有多一些怪怪的東西 什麼東西? 空白 後面呢? 好像也有一些空白 怎麼辦? 很簡單嘛 我之前講 你就後面加一個.strip 小刮物就可以 那這.strip的意思是說 幫我把前後那些不需要 不相干的東西幫我把它去掉 或者是你可以在裡面加一個 這個 去掉什麼? 空白 有沒有 叫strip 幫我把那個空白 分別都幫我刪掉 OK 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加了這個東西之後的話呢 然後執行 它就會幫我把 一個 strip strip 有沒有打錯了 我們如果把它strip 不管說前後有什麼 不相干的東西 那我把它strip掉 執行一下 理論上的話 它就會 有沒有 前後的東西就把我去 去除掉了 OK 然後呢 再幫我把超連結 放在下面 所以一個一個的 就可以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那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找一下其他的 OK 可以把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我先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先print print出來之後 全選Ctrl-A C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那個 NorthPay++裡面做分析 有時候我覺得 NorthPay++還蠻方便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要看原始 都黑白的 看起來其實相當的不容易去判讀 如果你先貼到那個HTML 語言部分 請你把它選擇什麼 HTML 然後再來判讀 有時候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要的東西 關鍵的那個什麼 A 有沒有 所以特別說我剛剛是先找到A 所以我把A貼到那裡面 Class就這一串 把它貼過去 這樣子的話 試試看 有時候大概就可以 爬到你要的東西出來 所以基本上 以這個例子來看 BeautifulSoup主要就是 你要先提供給它 兩個重要訊息 第一個 這個HTML的那個標籤名稱叫什麼 A 就是A 有沒有 第二個 它的CSS的樣式的類別名稱叫什麼 就是這一串 所以以後的話 有點像填空底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FindAll的後面 它就幫我全部找到 它會回傳給我一個list 那我再分別把這個list 裡面要的東西爬出來 這樣就OK了 畫面先還給一位試一下 不過其實這算是有點難度了 應該可以感覺出來吧 主要就是會增加 用到一個所謂的BeautifulSoup的這個類別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 幫你從原始碼裡面 找到兩個特徵 就是HTML加上CSS 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要全部找到就FindAll 當然什麼時候只要找一次 就是可能 它可能在某個區塊裡面 你要把那個區塊資料取回來的話 就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完成 待會兒的話 後面我們還有一些案例 反正我盡量去用什麼 用你們看得到熟悉的這種網頁 因為這最直接 不過有個缺點就是 現在的網頁都好複雜 我想要找一個簡單的網頁 測試給你們看 還真的找不到簡單的網頁 現在的網頁背後原始碼 都是一堆的標籤跟樣式 甚至裡面還有所謂的JavaScript 一些程式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另外的話 如果有一些問題 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雲端白板的0604 第幾頁呢 第3頁的地方 我剛剛的程式碼 就放在第3頁的地方 OK 試試看 我先請教一下 開始